那天我在路口执行的时候 正准备放南北方向的 就给那个东西方向的车辆 打了个停车手势 当时有一辆中巴车 直接朝外面开过来 出于本能吧 就过去追下去了 当时被驾驶员拖出来几百米 我叫强巴捉马 今年39岁了 现就职于拉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女士大队任教导员 指挥手势执行手势 分解动作 一二三 99年我参加工作的时候 那个时候车流量 人流量确实是没有现在大 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 车流人流特别大 像那个女士大队所处的 又是一个中心商业区 像现在城市越来越拥堵了 都是因为我们的司机朋友 不能遵守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各项规定 造成的 所以我觉得很大程度 城市的交通 都是严管出来的 给它红的了多少 白塔路口 红色电瓶两轮 戴了个 那个咱们藏蓝色的那种帽子 还戴了个眼镜 这是它的特征 完了之后 那个你过去看一下 闯红灯 好的明白 我是个性格比较耿直 刚烈的人 只要是我自己发现 我自己看到的 不愿意放过眼皮底下 任何一个违反 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可能会比绝大部分人 要多较真一点 特别是遇到交通违反人员 前进取证工作做好 录音 明白了吧 嗨 妈妈 当您看到这个小纸条时 我也进入梦乡 请您放一万个心 对了 不是说好您在十二点之前到家的吗 怎么改到十二点十分了 还不回来 总之我早就知道 您不会在十二点前到家的 有人问为什么 我知道 因为每次您都会前面说 十二点前回家 但到了晚上 却是十二点后回家 那时回家的时间 不是十二点半 就是一点半 一点半也不是的话 那就是两点半 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千差万别 但有一点原则是不能改变的 那就是以身作则 信守承诺 为孩子做出诚信的表率 好了 就说到这儿吧 晚安 妈妈 请问您看了之后 有什么话想说 或有什么想法要说 对不起宝贝 妈妈没有做到 没有说坏算话 当我认真阅读完这张纸条后 妈妈很是惭愧 妈妈错了 妈妈以后一定守诺言 请问您到家时事几点 十二点五十五分 女儿可以说是上天 给我的一个恩赐 真的 她非常懂事 非常的细心 挡过来 我们夫妻两个欠她 很多很多 包括我们的家人 第一次女儿给我留纸条的时候 应该是在她一年级的时候 当时我没有更多地去考虑 我总觉得她很调皮 因为她那张纸条特别特别大 而且是贴到她卧室门上的 可能是我和我爱人 没有更多的时间去陪她 就是她想用通过这种方式 来跟我们沟通 停下来 停下来 确实现在回想起来 是有点危险 但是每次遇到 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顾忌不了那么多 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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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岗位上18年了 从我选择这个职业 从我穿上警服的那一刻起 我就已经做好了 所有所有的准备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以前没有 现在没有 将来我相信也不会的 现在我是十九道代表 我更应该牢记使命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